大家好,欢迎收看良品电影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成龙经典电影《我是谁》 一群科研家在南非发现了一种奇怪的矿石 但是在路途中,由于颠簸,矿石爆炸 与此同时,钟情局派九名特工去南非执行任务 他们劫持了科学家,并得到了矿石 但是在返回的途中,飞机失势了 所有人都没有了下落 在南非的某个地方,杰克从昏迷中醒来 发现自己浑身是伤 他这才发现自己在土著部落里 他受伤后被土著所救 但是他对自己的身份一无所知 飞机失势后,他就失忆了 他到处询问《我是谁》 而此时,钟情局正到处寻找这些失踪的人 他们怀疑自己内部出了叛徒 杰克生活在部落里,对当地语言一窍不通 人们给他取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做《我是谁》 杰克和巴巴一起去草原,遭遇了一群小狮子 之后就被大狮子追着咬 他们从土著口中得知当时自己身边还躺着八具尸体 他看着飞机残骸,想起了当时在飞机上的情形 杰克想要知道自己的一切,于是决定离开部落找回自己的记忆 杰克离开部落以后,遇到一位受伤的赛车手 杰克救治他,因此结伴而行 之后记者采访了杰克,并且刊登了杂志 其中一名叫做克里斯丁的记者也注意到了杰克 他决定为杰克做一期专访 但是杰克一直在寻找自己的身份,拒绝了克里斯丁的访问 杰克在医院检查后便到了警察局,后来中情局的一名叫做摩根的人找到了他 而且还为杰克做了脑部信息扫描 并且询问杰克失事时的状况,还给杰克留下了电话号码 让杰克恢复记忆以后与他联系 这时科学家在实验室里进行碎片实验 核心部分不断扩张,无法控制,发生了爆炸 巨大的火团将实验室吞噬,所有人仓皇而逃 整个城市高压电全部都出现火花 灯和电路也发生了爆炸 正当杰克迷茫的时候,南非的警察局又找到了他 原因是他绑架了南非科学家,要将他带走 杰克奋力反抗,他和警察大打出手,顿力逃出了警察局 之后,杰克再次遇见克里斯丁 但很快杰克被一群不明身份的人追杀 这时克里斯丁也被绑在车上 杰克跳进了车,开始了逃亡之旅 在经历了惊心动魄的追车大战后 杰克逃过一劫,他站在身坡上愤怒地大喊 我是谁 但杰克还是想知道自己的身份 于是他请求克里斯丁帮他破解身上卡片的含义 从卡片得出的线索,杰克去了荷兰 在咖啡厅里,他给摩根打电话告诉他 有人想要追杀他 摩根说会派人支援 这时摩根就在咖啡厅的旁边观察着杰克的一举一动 后来,杰克发现克里斯丁身上带有炸药和窃听器 他开始怀疑克里斯丁的身份不是记者 在杰克逼问下,克里斯丁承认了自己是中情局的特工 这时候摩根的手下也开始来抓杰克 杰克只能边打边跑 间隙中还打电话给摩根说有人追杀他 摩根却异常关心杰克的位置 杰克挂断电话后成功躲过了追杀 之后杰克无意间发现摩根和其他人秘密交易 他终于知道摩根的目的 摩根想要把这种矿石卖给黑暗组织从而获取利益 当初情报局安排特工去劫持矿石 摩根想要得到矿石才安排飞机逝世案件 但是他没想到杰克逃生了 所以一直追杀杰克 杰克恰好听到了摩根的谈话 之后杰克毁坏了黑暗组织的电脑 并得到了一张光盘 杰克拿枪指着摩根 询问摩根是否要追杀自己 摩根谎称自己是卧底 并且想要要回光碟 杰克放松了警惕 这时摩根趁机拿起手枪想要开枪 杰克把摩根打倒后仓皇地逃了出去 之后杰克跑到一座高楼前 摩根的手下还在一直追杀他 杰克在楼顶和他们打了起来 杰克站在楼的边缘 精力地打斗场面惊心动魄 光碟掉进了停车场 这时候摩根上来命令手下干掉杰克 敌众我寡 杰克选择在楼上纵身一跃跳了下去 在克里斯丁的帮助下 杰克成功逃出升天 影片的最后 钟情局的人抓捕了摩根 而杰克把藏着很多秘密的光碟 扔进了大海里 之后回到了南非 远离这一切纷争 这部片子很多动作设计和危险程度 都令人瞠目结舌 最后楼顶和两大高手 决斗精彩之余又不乏幽默 也延续了成龙动作片的一贯作风 不一样的电影不一样的我 良品电影一直等你哦